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培寧教數學 那我們今天來上我們這個等差數列的第二集 在上一集我們介紹了一些簡單的原理上的推論等差數列方式 也順便帶了最後一題 我們介紹了比較複雜的問題底下 我們需要透過這個A1和D來思考 那在這一集我們來介紹一個進階一點的知識 是等差中向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那個 這個上一集最後面解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A3加A4加A547 那我們那個時候引用過一個概念 我們說其實你也可以用A4來當基準 你不一定要每次都去求到A1 所以你可以用A4來當基準 這個A5是A4加一個D A3是A4減一個D 那於是這樣子就變成A4減一個D加A4加A4 4加一個D是7 所以三個A4是7 那我要提醒一下學生在聽這樣子課程的時候 有的時候不是那麼好懂 那如果學生你發現你講完學生他一時之間沒有理解的眼神 他其實沒有沒有他有點茫然的話呢 那就只好畫圖出來 1 2 3 4 5 6 7 8 這個這個是A5 這是A4 這是A3 對不對 那這個是A1 對不對 A1加一個D 再加一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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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可以說是第二項 加一個公差 那我們上次有提到過就是說 關於使用符號還是使用中文 這個慢慢的讓學生去適應 第三項是第二項他多加了我們不是等差數列嗎 所以我們每一項都要加一樣的東西嘛 所以他第三項是第二項多一個公差 他同時就是第一項多一個公差又多一個公差 所以是第一項多兩個 那第四項他也可以說是 他可以說是第一項加三個公差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說第三項可以說是第一項加兩個 那他其實就可以說是第四項減一個回來 因為第四項是第三項加一個嘛 所以第三項就是第四項減一個回來 那第五項是第四項加一個過去 所以第五項他既可以說是第一項加四個公差 1 2 3 4 從1到5 1 然後2 2 3 4 5 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從第一項開始 然後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 所以總共會跨四個 所以他會加四個公差 我們也可以說他是第四項加一個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上面這個問題變成是三個第四項 就第四項減一個公差加第四項加第四項加一個公差 於是這樣就是三個第四項 三個A4是7 所以第四項是3分之7 可以嗎 那這個是等差數列 我們去捕捉到這個等差中項的概念 其實在這裡你就瞭解到我們上一集為什麼會 這個介紹的另一個公式叫做這個 A4 公式本身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種想法 就是說我的等差數列的第N項 它不一定總是要回來跟第一項比 我隨便在中間找一個基準點就可以去想 他是第三項多兩個 他也可以是第四項多一個 他也可以是第六項少一個 那要怎麼想呢 要挑怎樣的說法呢 其實就是看你現在 你題目適合怎麼樣去算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一集介紹這個等差中項 等差中項呢 我們可以說 A4 2分之的 A-1加A-1 那這個第N項是AN AN-1就是第N項的前一項 就是 比如說假如說我的N是7 比如說假如說我的N是7 那這個 第N項就是A7 那麼N-1就是6 所以它的 第N-1項就是A6 那N加1就是 8 就是A8 所以說 這個公式就是說 第N項它是它的前一項 和它的後一項 加起來 除以2 可以嗎 像這個13 13就是11加15 加起來除以2 他們是 這是等差數列 公差正2 加2到13 加2到12 所以13是 11是13-2 15是13加2 這兩個合起來剛好是13加13-2又加2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數列 所以說我可以怎麼說呢 這個 比如說 2這一項 1234 A4是2 2這一項它 減3會是-1 加3會是 這個 正5 這是一個等差數列 它的公差是-3 所以它的後一項是前一項-3 那我有做這個減3 也就是我有加D 就變-1 我如果扣D 也就是我加3 就會變正5 然後我如果減6 也就是我加兩個D是到-4 然後如果我加6 也就是我不加這兩個公差 我減兩個公差 那就會跑到8 在這條數列裡面 那你會發現其實我5加-1除2就是2 8加-4除2也是2 11加-7也就是11.74 除2也是2 所以我每一個等差中項呢 第一個它會等於是它前一項加後一項除2 接著它也可以說它是 前面好幾項和後面好幾項合起來 我挑定一個數字 它也可以是前兩項 就是前前面兩項和後面兩項 8跟這個-4合起來除2也會是它 可以嗎 那我們可以把剛才的這個四值呢 這個2乘過來 我們就可以說 前一項和後一項加起來會是兩倍的等差中項 這個是我們稱呼等差中項在這個數列上面的使用 我們到學級數的時候還會再教一次 那又或者我們今天要處理的問題 可能剛好不見可能不見得剛好等差中項有這一項 比如說我們看上面這個情況 從3到17 3 這是第一項 然後到17你會發現 我這樣子是一組 往內走一組 我要找到最中間的時候沒有那個數字 它最中間是被這兩個包起來 中間是空的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邏輯其實我還是可以想像 有這一項等差中項 好這個 1234 9這裡其實是A4 11這裡其實是A5 可以嗎 那我可以想像有這麼一項這個A4.5 那它一樣會是9加1除2就是10 那也一樣會是7加13除2 也一樣會是5加15除2和3加17除2 那重點不在於這一項的值 因為它其實不存在 而是在於你會發現我只要是對稱的 有沒有 只要是對稱的 這個 以這條線為對稱軸 往外走一定距離 這兩個合起來跟這兩個合起來 跟這兩個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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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是 一樣的值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介紹 這個等差中項的概念 即便沒有那一項 即便它是偶數的 所以中間是 沒有剛好有一項 是像這樣夾一個空格的 它這樣子的精神還是可以適用的 然後於是我們可以這麼說 我隨便挑兩個 兩項 比如說像上面這裡 我隨便挑這一項 跟這一項 假設這樣子 2跟-7 那我隨便挑兩項 我說這個一個叫am 一個叫 一個叫an 一個叫am 我隨便挑兩項 我都可以像剛才這樣子做 就是我往外擴一樣的距離 我往外都擴一項 2加-7除2 2-7除2是5分之2 對不對 2分之-5 2-7除2是5分之2 那我來看這裡 5加-10除2 也就是5-10除2 也是2分之-5 所以我隨便挑兩項 像這樣子 我隨便挑兩項 往外擴同樣距離 加起來就會跟這兩個一樣 那我也可以挑這兩個 有沒有 11加15是不是 合起來是26除2是13 那我往外 退 往外跑兩格 一格 兩格 7加19加起來還是26 除2還是13 那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不除2的話 就是說 11加15是26 7加19是26 9加17是26 只要我是對稱的這樣子 往外擴 那他的核就會相同 這個就是所謂的等差中項 類似 數字稍微改一下而已 第二項 第三項 第四項 他要求第二項加第三項加第四項 從兩次好 在了解等差數列之後呢 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告訴你第三項是7 然後要問你第二項第三項加第四項 在這裡先預告一個道理 我們到後面會介紹 我們可以把等差數列轉換成是用 這個A1 首項A1和公差D 或者某一項AN和公差D這樣子 我們可以把等差數列換成是這樣子 兩個位之數的 二元一次的問題 所以他今天給了你一條方程式 叫做A3等於7 那理論上這樣一條方程式是解不開兩個位之數的 所以說這樣子這個問題 他其實沒有辦法讓你知道我整條等差數列 到底分別都是多少 因為我要知道的話 我需要知道A1和D 那他在這裡呢 他其實就是 他今天之所以可以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這條數列其實是解不開的 解不開的話 那這是第 A3是7 你會發現他其實跟A2和 A3A4剛好是夾在正中間 所以根據剛才的說法 我這個是A3 這個是A3加D 這個是A3-D 所以三個合起來剛好就會又是 都是A3 所以是A3 OK嗎 如果今天學生沒有辦法那麼快進入等差中項 加D-D這樣來思考的話 那我們可以跟學生說 就是我們使用比較麻煩 但是比較基本 也就是比較好想 的方式來去思考 那包括老師也是 如果你講解完 你發現學生他其實好像沒有很懂 好像跟不太上來 那你可以使用比較基本的方式去說明 就是去推論 今天題目告訴你 1 2 3 4 5 第三項是7 問你這一項 跟這一項 還有這一項合起來 分別會是多少 所以我們就需要知道他有一個公差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不管他公差是多少 他是不是7加一個公差 這一項不管他公差是多少 他總是7減一個公差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其實我講的跟剛剛很不一樣 也不過就是把這幾條線畫出來而已 但是對學生來說差這一點點可能就會有差 所以像這樣子去說明也是可以的 看下面這個問題 有一個等差數列一共63項 那請問這個A26加A3846 而且A26加A3846請問A32是多少 那這個總共63項在這一題裡面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這個 OK 在下面這一題用的 來看一下 A26跟A3846 嗯? so what? 那跟這個63項 嗯?有什麼關係 我剛剛說沒有意義的原因 我只看到這一小題 那其實他下面還有一小題 所以用得到 那他最後來看這一題 他問的是32 那如果你剛才有聽懂的話 你就可以捕捉到一個道理 這個 我們怎麼使用等差中項的方式呢 比如說我剛才說這個 A3 A7 他的等差中項是A5 你會發現 3加7除2就是5 比如說 來畫一個長一點 123456789 A9跟A1 他的等差中項是 A9跟A1 9加1除2 其他的等差中項是A5 可以嗎? 好 那比如說 好 A10和A14 等差中項就是A12 A10和A24 他的等差中項其實是 10加24除2是17 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 多7個D 這次也是多7個D 所以我們在這裡來介紹如何去有效的使用等差中項的公司 的這個姿勢 就是說 我的這個A32 它其實會是A26 跟 留意這一點 不見得有 但是你去試試看 26加38加起來除以2 26加38加起來是64 所以它加起來除以2剛好就是32 所以其實這個A32 它就是 6寫太大 於是它就是這個 要除了 所以它其實就是3 這就是A32 可以嗎? 來看它的下一個問題 乘上體 這個數列前四項跟末四項加起來是多少? 我們剛才說你 如果這兩項 他們的等差中項會是這個的話 那麼他們兩個加起來就會是他 對不對? 我們可以去捕捉另外一組姿勢 這個你們有筆記的話 我把這題抄起來 然後留意這件事情 就是這兩個項數平均 就是5 可以嗎? 好 那如果今天它是要你 它是要問你這個 總共36項 那它要問總 這個頭尾的核的話 留意一下就是你會有一個A1 所以 它問前四項跟前末四項 你A1是從1開始不是從0開始 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A1是從1開始的 所以它剛好會跟A63合起來 剛好是64 而這個64呢 就會等於是26加38 1加63就會等於26加38 也就是我們剛剛說 等差中項會是這兩個項數平均的那一項 現在如果我們不是要直接去找等差中項 我們可以說 換另外一個說法 說這個項數核相等的話 那它的核就會相等 這是等差中項的延伸 可以嗎? 我們剛才是用一項一項推的 我跟你說怎麼樣 我說 對稱 往外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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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在我們剛學的時候 這是一個方便想的方式 但是當我們要去進一步使用它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個概念 像素核相等的話 1跟36 它的等差中項就是A32 而26跟38的等差中項也是A32 所以其實26加38這一項就會等於是A1加36 A1加A63就會等於A26加A38 可以嗎? 可以嗎? 我說如果你有筆記的話 這一題跟這一題都麻煩把它抄起來 這是 這一題我們使用等差中項一個進階的 尋找等差中項的方式 就是像素合起來除二 像素合起來會相等的 它就會有相同的值 好 那於是A1和A63合起來是乘上體 是6 那所以A2和A62合起來也是64 所以也是6 那所以A3和A61和A4和A60合起來都是6 所以這裡前四項和末四項合起來其實就是24 這樣可以嗎? 利用這樣子的問題來練習這個等差中項的知識 那這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作業都會放到網路上 好我們今天可以上到這裡